敬拜堂的家人、弟兄姐妹,欢迎你们再次回到线上的每日曙光。 今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,为这同心侍奉的团队来感谢。 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,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。 凡你们所做的,无论是言语或行为,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祂感谢父神。 弟兄姐妹,我们有无这样的经验,当要出发去一个新的地方或地点的时候, 那时候的科技还没有如此的先进跟发达时,通常我们一贯的做法, 就是拨电话给那地区的人,大概画下地图,或者先到那个地方,先走一圈, 避免当天要出发的时候迟到或者是迷路, 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,走了很多冤枉路, 就要被逼停下车子向路人来询问路线, 再继续驾驶前往目的地。 而现今科技很发达,我们省略了许多麻烦的步骤, 无需前一天特地绕圈去走一趟。 而是在当天出发的时候,只需要把正确的地址跟位置都设定好, 启动手机内的导航器,就可以把我们带往想要到达的目的地。 但科技呢,它还是依然有它自己的缺陷, 有时候如果设定不完整,就不能够完全到达目的地, 但是至少也可以到达了在那个附近的区域范围里面, 不像是在很久以前的那么不方便。 可是如果呢,有时候我们一旦决定我们要使用它的话呢, 我们就要相信这个导航器,它一定会把我们带往目的地。 也同时要感谢这个科技的发达和新科技的出现, 来带给人们进步,满足生活上的需要和带来极大的便利。 就像人一样,人就算如何可以变通、生动或者是有伸缩性, 我们也不会完美的,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带着身上的缺点和短处来行事与行动, 特别在一个团队里面服侍, 如果我们经常在一起的时间跟年岁都比较长和久的话, 我们就会不经意地看见对方的短处和缺点。 当然同个时候,我们也可以发觉彼此的优点、长处、专长、才干与强项的地方, 无论是在职场、学校、办公室、家里面、生意伙伴或者是教会等等, 我们都需要学习,为着彼此团队能够一起共事来感谢, 为着教会里面的属灵家人能够同心侍奉的团队来感谢。 像我们感恩于科技发达为人类所带来的美好, 虽然科技也有时候也会有所缺陷, 但它的确为人们带来了许多的好处。 在人方面也是,虽然有人的地方有时候就会有一点的难搞, 越多人的地方有时候会略显得复杂,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,是不一样的。 但我们还是要感谢与感恩我们在同一个团队里面, 特别是能够同心侍奉的弟兄姐妹和属灵家人, 使我们变得更好、更进步、更努力一同彼此学习来成长。 因此,当我们在同个团队里面服侍和同心侍奉的时候,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定的信任度和默契的所在。 而且我们要知道并且晓得, 就像我们一些人常常说的, 手指都会有长短, 人是不完美的, 只有上帝才是最完善的。 所以就算是团队里面有些是不同的、独特的、 或者是比较有缺陷或短促的, 我们仍然要靠着主学习该进步的地方, 我们彼此学习共同改善和进步。 但同时, 有时候真的某一些东西只有他或他, 或他们几个, 或他们才能、才会、才懂、才能够会做、去做, 并且是做得比我们自己更加好、 更为优秀和卓业。 所以, 我们才需要团队, 我们更要为这独特的大家来献上感恩与感谢。 因有独特的大家成立一个团队, 我们才能走得更远更好。 所以, 让我们继续为这身边一直到今天, 还与我们一起的忠诚共识, 或者是一起忠心侍奉的家人、朋友、弟兄姐妹来献上感恩, 因着他们成就了我们更好的自己, 也因着上帝成就了更好的我们和更好的团队。 今天, 让我们来学习, 我们真的能够打从心底里面, 为着我们的团队来感谢神, 也为着能够来同心侍奉的团队来献上无比无比的感谢。 Amen! 愿神赐福你!